蓝尾有部分蓝尾岩发生的过程当中就发生得非常快会导致窗孔 窗孔以后很快就形成浓肿 这是我们机体防御性的一种表现 它一旦出现浓以后 我们的大黄膜会迅速地为了防止它向周边扩散 迅速地向右下方积居 而后会造成一个浓肿的形成 它的治疗如果急性期的话 我们一般这个时候是选择保守治疗 保守治疗三到六个月以后 我们再做二次手术 但是有一部分病人在保守治疗的过程当中 他的脓会移满腹腔 会导致抚膜炎 我们这个时候为了救病人的性命会分两期手术 先把脓肿清除 引流干净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去动蓝尾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动蓝尾的话 它的高度的水准可能会导致藏漏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病发症 就是肠漏 如果漏了以后 可能有的部分病人会危及生命 但是作为医生 我们可能会用很好的方法 比如敞开引流 比如及时的中断 做更大的手术 来挽救他的生命 一旦形成蓝尾作为浓肿 这说明他的抵抗力比较差 病情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了 我们要警惕这种疾病的发生 并且要遵从医生的 感谢大家